好 其实这食物呢 美不美观 美不美味 其实都是渐渐至 特别是台湾的小吃五花八门 其中有臭豆腐 让很多外国人闻味道都不敢吃 不过带您看到日本插画家 高梦侄子他来台湾玩了一趟 他体验了台式热炒配台皮 还到了酒份吃藕衣 甚至他尝试了闻起来好臭的臭豆腐 他的结论是呢 台湾的食物通通好吃 豆腐下锅油渣 外酥内软嫩 口感好 那味道有点酸 有点馊 外国人想吃一口 真的需要胆识 老外吃的这家 就在宁夏夜市已经16年 陶客上门也登上日本插画 日本插画家高梦侄子也来尝鲜 勇闯台湾夜市美食 一一画进插画里 把当时吃过的摊饭店家 食物全详识画出 最大胆的是在宁夏夜市 挑战很臭的臭豆腐 他说有点害怕的吃了一口 不过没臭味 还大赞好吃 印象最深是辽宁街夜市的 海鲜热炒店 为了体验台湾百元热炒 高木侄子入境随俗 学台湾人 把白饭淋上菜汁 搭配冰凉台皮 豪达啦 豪卖吃法 他说怂个五辣 不过也让他大开眼界 台湾美食千奇百怪 他还涌闯九份老街 九份偶一颜色缤纷 还有大朵的烤杏包菇 也出现在画册里 还尝试了红白汤各半的鸢锅 书中描述 林卓客人介绍火锅料理的在地人情味 吃一趟台湾美食 结论是台湾料理真的美到都好好吃 中天新闻 范基文 邵玉敏台北报道